但是很意外,我們每個人都非常非常的開心 對,就很high這樣子 那...那個... 我問一下大家喔 現場所有男生都看上來 如果你們喜歡的女孩子 你們追求了八年的女生 最後沒有嫁給你 而是嫁給一個大你八歲的另外一個男人 大你八歲 所以他肯定有車,有樓,有錢 有存款,有事業 還有成功男子都具備的小肚子 什麼東西都有了 卻偏偏追走了你的女生 你會百分之百給予祝福的請舉手 先想看一下這幾位虛偽的舉手的人 你會有一點小小不開心的請舉手 小小不開心的 好 你會非常生氣的請舉手 哇,這麼多人 對,現場一些關於人格發展之類的書 應該會賣得很好 我們啊 我們其實都不是那麼開心 所以我們就問沈家儀說 沈家儀 為什麼你選他卻不選我們呢 沈家儀非常溫柔的說 因為人家成熟穩重 善良體貼啊 那柯景騰 你就只有善良這一點贏他而已 其他都狂輸 所以我們去沈家儀婚禮啊 大家坐下來第一件事情就是猜拳 真的就是猜拳 猜拳最速的那個人 是真的要把腳伸出來 把新郎絆倒 我不喜歡聽到其他作家演講或寫書的時候啊 常常會說一些特定的劇情 這些劇情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他怎麼樣怎麼樣 你相信有那個朋友的請舉手 我常常都覺得不可思議 怎麼會有人相信我有一個朋友要做什麼事情 哪來這麼多朋友 要不然就是沒有這個朋友 要不然就是你就是這個朋友自己 但是 我要很可思的 沿用同樣的句型 我有一個朋友 他叫做張家勳 他就長這個樣子 紅色衣服這個張家勳 他猜拳猜輸了 他整個人非常的緊張慌恐 他身體很緊繃 就縮成一團 然後講說真的嗎 真的嗎 我真的可以撕腳把新郎絆倒嗎 我們其他人啊都鬆了一口氣 因為我們剛剛猜拳都是抱著那種 只要我們猜拳猜輸了 就沒有辦法再跟沈家勒當好朋友的行情再猜拳 所以我們就一直拍張家勳的後腦勺啊 一直拍他打他 想說沒關係沒關係啊 反正 新郎成熟穩重 善良體貼啊 那這個時候啊 真實的版本是阿和 阿和 他就在那邊放馬後炮 開始搞一些自我反省的假動作 他就說 其實我們這樣子想想很沒品耶 明明就是我們最喜歡的女孩子要結婚了 我們不是理所當然應該給他百分之百的祝福才對嗎 怎麼還會在這邊猜拳呢 我就非常的不屑 我說 就因為我們最喜歡沈家勒 就因為我們追沈家勒 追最久 所以 背後放箭 才是真愛 此時啊 燈光一暗 音樂響起 新航牽著 牽著新娘 慢慢的走在紅毯上的時候啊 我們這一桌的人全部都陷入瘋狂 我們就是打張阿遜說 張阿遜加油 張阿遜我們支持你 這樣之類的 那張阿遜就很緊張說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可以踢出去嗎 就在沈家勒 跟新娘走到我們這一桌旁邊 我們這一桌的氣氛燃燒到最頂點 我們都太興奮了 因為我們即將入讀歷史的瞬間 這個時候張阿遜同學做了他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 他拿起桌上的禮套 噗 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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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家瑩 新婚快樂 從那個時候開始 不管是過年打麻將 中秋吃月餅 烤肉 平常唱KTV 我們都沒有再找過張家勳 很嚴肅 因為他們有人格 對 你猜拳猜拳就是要把腳伸出來 你可以... 你可以體貼新郎 你可以趁新郎跟新娘 距離你還有十公尺這麼遠的時候 你就把腳放在紅毯上面 新郎遠遠看到 只會覺得說 幹 衝他小 就把他跳過去 但是 你不能夠不把腳伸出來 可是那天 我發現我錯了 當我看著沈家瑩 慢慢地走在紅毯上的時候 一邊走 一邊接近我 我心裡面是非常非常的激動 因為沈家瑩穿著白鯊的畫面 是我夢寐以求的畫面 但是在夢裡面 我所看到沈家瑩穿著白鯊的樣子 他的角度啊 是這個角度 但是那天晚上 我看他的角度 是這個角度 一面之差 角度差了90度 我看沈家瑩慢慢地接近我 慢慢地走進來 我當然一直看著沈家瑩啊 我看著沈家瑩 微微笑 我看見沈家瑩慢慢地前進 心態瞬間 我就看到了 無數無數 青春的畫面 湧進了我的腦海 我看見 17歲的柯景彤 就在教室裡面努力用功讀書 我看見17歲的沈家瑩 拿著一盒假心餅乾 鬼鬼碎碎地從後面 輕輕地敲著我的後腦勺 我看著17歲的柯景彤 牽著腳踏車 一邊聊天 一邊送沈家瑩到校門口 我看見17歲的沈家瑩 還開心心地上了他媽媽的車子 對著我揮揮手 我看見17歲的柯景彤 拼命的騎著腳踏車 想要衝到沈家瑩他媽媽車子的旁邊 我看見沈家瑩 看著我 我很驚訝 不只我看著沈家瑩 當時正走在紅毯上面的沈家瑩 居然願意把他人生中最幸福的 走紅毯的時間 分享四秒鐘給我 他看著我 我看著他 那一瞬間 我覺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幸福 我在 那個時候 我發現 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值得 雖然我沒有跟我最喜歡的女孩子在一起 但是我跟她成為最好的朋友 她願意跟我分享她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刻 所以 我當然應該要祝福我最喜歡的女孩子 永遠幸福快樂 也因為有了婚禮上的四目相接 所以 發生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這本書 這本書是在2005年的時候寫的 在2006年的時候出版 這本書的繁體中文版 各位手上拿的可能是簡體版 如果拿的是繁體中文版 你可以翻到第283頁 283頁寫了什麼字 283頁寫 決定後 我看著新娘與新郎親吻的瞬間 突然想到一個很特別的熱血畫面 一個足以將我們這個青春故事 滑向電影的特別版結局 也就是說 我在2005年 我參加沈家宜婚禮的時候 我就已經想要把這個故事拍成電影了 只是當時的我根本不會拍電影 所以我非常希望有一個 我很喜歡而且信任的導演 幫我把這個故事給拍出來 我即將告訴他 我在婚禮上面 所感覺到的電影最後10分鐘 應該如何拍 因為我在參加沈家宜婚禮的時候 我聽到新郎說了一句非常熱血的對白 我幾乎整個人就要衝上去了 但是我忍住了 我知道這個忍住 這個煞車即將會成為電影最感人的 最後10分鐘 所以我決定把我們的青春拍出來 剛剛那家投影片有沈家宜 但是不想讓各位看清楚 我即將在那時候我就決定 我要拍那些年我們一起捐的乳海 那電影在拍攝的過程 在籌備的過程其實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其實 資金非常的缺乏 所以 該怎麼說呢? 網路小說其實是一個 讀者寫給讀者看的小說 我在寫小說之前 根本沒有學過如何寫小說 跟上過任何關於寫小說的課程 我就只是非常喜歡寫小說 於是我就開始寫了 所以我覺得那些年我們一起捐的女孩 它肯定也是會是一部 由觀眾拍給觀眾看的電影 是因為我很想要看到那些年我們一起捐的女孩的電影版本 所以我決定學習如何拍電影 如何去完成它 所以我一開始我就知道我的力量一定是來自於讀者 一定是來自於觀眾 所以我就開始做一件衣服 這件衣服它是電影的第一筆資金 這件衣服我跟讀者講說 我要開始拍電影了但是我缺錢 所以這款衣服就是 它所賣出去的每筆收入 所賺到的每筆錢 都不會捐給慈善機構 通通都不會拿出來幫助窮人或需要幫助的其他人 只會拿來成就我個人的夢想 只會拿來成就我的快樂 如果你們接受這個邏輯就買這件衣服 我保證這件衣服絕對不會再版 對 這件衣服在一個禮拜之內全部都賣光 讓我非常的後悔 沒有多加一萬件 害我 害我其實賣衣服之後還是很缺錢 但是 但是 一個電影啊 的完整非常的嚴肅 它需要非常多專業的人才來協助我 但是我是一個新導演 我到處去吹牛說這個電影會非常厲害請大家來幫我 結果就是 沒有一個攝影師 專業的電影攝影師 願意協助我拍出這部電影 所以我們找了一個攝影師 他叫做周一賢 就是這個照片裡面笑得非常白癡的周一賢 他沒有拍過電影 但是他願意拍電影 所以 就讓他拍電影吧 對 有時候我們決定 要跟誰合作的邏輯啊 完全是 因為只有他願意挺身而出 我的攝影師沒有拍過電影 我的製片公司 也沒有拍過電影 身為一個沒有拍過電影長片的導演 怎麼辦 是不是應該找執行導演的幫忙 是 所以我決定找了兩個好朋友 分別是雷夢跟廖米 他們也是三生有幸的 我是執行導演 在過去這兩年中 他們依然沒有拍過任何的電影 也沒有關係 重要的是 他們願意協助我拍電影 大家一起研究如何拍電影 就是那些牛奇尊女孩幕後的精神 我們幾乎所有人都沒有拍過電影 我們劇組最年輕最老的人 年紀38歲 我在當時32歲 雖然就是一部幾乎都是 沒有經過電影洗禮的年輕人 我們決定要做一件非常熱血的事情 那 於是我們這個計畫 嚇跑了投資人 他覺得我們這樣子幹一定幹不成 黎智英也是那個時候詛咒我 在台灣的蘋果日報的老闆 他跟我打賭 就是票房根本不可能超過兩千萬 否則就要送我蘋果日報的頭版 廣告 所以完全沒有人看好的情況之下 我們最主要的投資人 他確長 於是他帶著最多的資金 退出了這個電影的計畫 就在我最需要幫忙的時候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講到每一張投影片 好